杨超越这个名字如今已经家喻户晓 她的故事堪称一个现代中国的传奇 她是一个普通的女孩 出生在河南一个不起眼的小城市 却在娱乐圈展露头角 成为了中国娱乐界的一颗璀璨明星 这是一个激励人心的故事 是兼职、奴隶、梦想成真的典范 杨超越的生活故事是一个普通的家庭 她的父母是普通的农村人 她们一直致力于努力工作 为了让杨超越和她的兄弟姐妹 过上更好的生活 从小杨超越就展现出了 对音乐和舞蹈的浓厚兴趣 她常常在家里的院子里跳舞 用一根自制的木棍作为舞伴 展现出了她的天赋和激情 然而她的梦想在一开始并不容易实现 杨超越的家庭并不富裕 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支持她的艺术培训 尽管如此 她不断努力学习 通过自学和模仿其他舞者 不断提高自己的舞蹈技巧 她也积极参加学校的舞蹈比赛 这些比赛不仅提供了她展示自己的机会 还让她绝食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一起梦想着成为一名舞者 然而杨超越的生活发生了重大改变 当她听说一档电视选秀节目 即将在她所在的城市举行 她的朋友们鼓励她参加 认为她有足够的才华和魅力 来在节目中脱颖而出 虽然她充满了担忧和不安 但她决定冒险一事 这个决定改变了她的生活 杨超越走进了电视选秀的舞台 她以出色的舞蹈和充满活力的表现 征服了评委和观众 她的表现受到了高度评价 她一路闯入了决赛 最终获得了第三名的荣誉 这个成绩让她成为了一个全国知名的人物 她的名字开始在媒体和社交网络上传播开来 然而这只是杨超越传奇故事的开始 虽然她在选秀节目中获得了认可 但她知道要在娱乐界站稳脚跟 还需要更多的努力和学习 她决定搬到北京这个中国娱乐业的中心 以追求更大的机会 在北京她接受了专业的舞蹈培训 并积极参加各种音乐和舞蹈比赛 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杨超越的坚韧和毅力 在她的职业生涯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虽然她曾多次面临挫折和拒绝 但她从未放弃 她不仅不断提高自己的舞蹈技巧 还积极寻找机会来展示自己的才华 她参演了一些音乐录影带 做了一些广告 每一次机会都让她更接近梦想 她的努力最终获得了回报 她签约了一家娱乐公司 正式踏入了娱乐圈 杨超越的娱乐生涯迅速起飞 她迅速成为了一名备受欢迎的舞者和歌手 她的舞蹈技巧和舞台魅力吸引了大量的粉丝 她的音乐作品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她在音乐视频中的表现让人印象深刻 她的音乐作品分泌一时 她的努力和毅力成为了她成功的基石 她不仅仅是一个舞者和歌手 还是一个榜样 激励着无数年轻人追求自己的梦想 然而杨超越并不仅仅是一个娱乐圈的明星 她还积极参与慈善活动 她利用自己的知名度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她参与了许多慈善活动 包括帮助贫困地区的儿童和支持教育项目 她的慈善工作让她不仅仅是一个娱乐圈的明星 还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公众人物 杨超越的故事告诉我们 坚持和努力是成功的关键 无论你来自哪里 无论你的背景如何 只要你拥有梦想 只要你肯为之努力 你都有机会取得成功 杨超越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她用自己的努力和毅力 从一个普通的女孩成为了一个中国娱乐圈的巨星 杨超越的故事也告诉我们 梦想不仅仅是个人的追求 也是对社会的贡献 她不仅仅在舞台上表现出色 还在社会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她用自己的名声和资源 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她成为了一个积极影响社会的力量 在中国娱乐界 杨超越是一个独特的存在 她的故事激励着无数人追求自己的梦想 她的坚持、努力和慈善工作 使她成为了一个伟大的人物 她的故事是一个现代中国的传奇 一个充满希望和活力的典范 她的名字将永远闪耀在中国娱乐界的历史上 よろしく介绍下古娱乐指安 明信大进 cow hear 孱但是永远门在国娱乐 Pedro 代世